哈囉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尚恩 非常感謝大家喜歡我們的這個系列 我們的排行的依據呢 是根據各英雄的綜合表現 通常呢是比較公平的 雖然有時候呢會有一點點偏心 馬上開始吧 史上最OP英雄前五 第五名麥克斯 麥克斯呢是一名非常優秀的全球流英雄 他不只可以全球支援 還可以全球收割 上一秒呢我們的小麥在上路清兵線 下一秒呢他已經在下路擊殺敵方的射手 不要忘記呢我們去支援團戰的時候 我們原本的兵線還在推 是一名效益非常大的英雄 麥克斯呢也是一名又彈油通的英雄 他自帶降低回復效果 而且擁有非常高偶的免傷 非常克制後排英雄 尤其是射手跟刺客 除此之外呢麥克斯還擁有高激動 清兵能力 屬於一個比較全面的變線英雄 在排位賽很常被ban了 這也是呢麥克斯入選第五名的原因 右上角呢是麥克斯的建議出裝以及奧義 可以注意到呢我們留間全是防裝 麥克斯本身的被動呢 搭配研磨戰甲的燃燒效果 輸出已經非常的高喔 這樣子呢我們會有魔法傷害 物理傷害跟正式傷害 只要我們拿出炎磨戰甲跟冰袍呢 我們對後排的威脅已經非常的大喔 之後呢我們再補出三件防裝 有了這些防裝呢 我們甚至可以在敵方人群中 欺負他們的後排 別忘了麥克斯呢使用大招之後還有一個韌性的效果 跟魔防鞋是可以疊加 因此呢麥克斯只要夠硬 他是不怕控制的 麥克斯直路選為第五名呢 是因為他是一個團戰型英雄 他對隊友呢還是有一定的依賴喔 因此呢麥克斯非常適合認真的排位賽場 而且呢麥克斯對操作需求也不高 但是呢他能做的事情非常多 相對的就比較OP 什麼女生麥克斯不夠OP嗎 那你可以玩一個沒有位移的射手或者法師 讓麥克斯的大招撞撞看 第四名凱格路斯 凱格路斯呢是一個非常勵志的故事 他從原本的邊緣英雄呢變成了目前 最OP的英雄之一 凱格呢自帶霸氣效果 只要我們身上發光呢 所有的英雄都會嚇得到處逃命 不管是單挑呢還是一打多 凱格路斯都能得心應手 凱格路斯呢擁有免疫控制效果 他不怕控制打人很痛還能夠吸血喔 擁有非常優秀的續戰能力 只要有二技能跟大招呢 一打多甚至一打五絕對不是問題 當然呢一打五的前提是敵方會站著跟你打 要克制凱格路斯呢還是有方法的喔 比如買拘魂路 或者呢看到凱格路斯開啟二技能大招的時候呢 趕緊逃命 如果我們是凱格路斯 開個技能大家都逃命 這樣子凱格路斯是不是非常OP呢 這邊會不會有鑽進凱格路斯的玩家 如果你撐過了凱格路斯整個 非常邊緣的弱斯器 終於撐到他改強 那只能說我真的非常佩服你 凱格路斯的建議出狀呢 是打野弓 然後是龍骨劍 以為這兩個呢 我們就有非常高的輸出 鞋子的部分呢 我們是出物防鞋 因為他不怕控制嘛 沒必要出魔防鞋 大部分出魔防鞋的原因呢 都是因為他的韌性 之後呢我們會出斧頭 斧頭跟冰袍呢 可以讓我們更加連能 而且呢還可以增加我們的生存能力 最後一件裝備仙靈 可以彌補我們魔防不足的問題 而且仙靈還有增加冷卻時間 非常好用 王凱格路斯呢 前七季的以發育為主 不管我們是走邊線 還是走打野 在我們至少買出兩隻三件裝備之後呢 我們的威脅就會非常的大 尤其是我們有等級的優勢的時候 不管我們分退還是去正面團戰 都非常厲害 由於凱格路斯不怕控制呢 敵方的輔助會非常頭痛 畢竟大部分的輔助呢 都是靠控制吃飯 但是看來呢 他們吃不了這個鰻魚飯 玩凱格的時候呢 還要注意一點喔 我們的一技能命中英雄的時候呢 會降低冷卻 而我們的二技能跟大招呢 一樣重要喔 二技能就不要隨便的使用 記住凱格路斯呢 在自身血量越少的時候 吸血量越高 第三名 閃電俠 閃電俠擁有超高的機動性 超高的爆發 範圍輸出 還擁有無敵 是一個非常非常OP的英雄 但同時呢 閃電俠其實有點悲催喔 他的兄弟呢 超人 超人花了大概一個多月 才到達了非必季選的位置喔 而閃電俠呢 剛推出不久 就坐上了Bitband的神攤 也就是說呢 在A牌位移上 基本上很難玩到閃電俠 閃電俠的技能組呢 非常厲害 跟傳統法師相比呢 他每一招都非常的強喔 首先是他被動 會土徑 增加護盾 還有魔法傷害 而閃電俠的一技能呢 超遠的位移 我們可以用一技能來殺到敵方 消耗甚至擊殺 也可以用一技能來偷buff喔 做完我們想要做的壞事之後呢 再回到我們的原點 老是我們的大招 我們的大招跟莫拉的大招有點像喔 只不過呢 我們不需要刷五成被動 有更高的傷害 而且呢 還可以把敵方吸在一起 中了這些因素呢 閃電俠排在我們 最OP英雄 第三名 出裝的部分呢 閃電俠是建議出全魔攻撞 不管我們用閃電俠走哪一條路呢 核心的裝備應該是 魔法傳統跟魔法攻擊 比如巫妖王冠 混沌法杖 而生命法杖呢 能夠增加我們的續戰能力 手提供的護盾呢 也可以避免我們被秒殺 閃電俠的缺點呢 就是他是一個近戰的法師喔 因此我們輸出呢 或者殺人的時候 有一定的風險 也是一個技術要求比較高的英雄 還是那句話喔 熟能生巧 閃電俠玩好的關鍵呢 就是我們的進場時期 記得要多點耐心喔 不要以為閃電俠很快呢 就是一個極性子 第二名 莉莉安 莉莉安呢是全能型法師 擁有比圖倫更優秀的 消耗與收割能力 從前期呢就開始強勢到後期 他最主要的特色呢 是有多段位移還有無敵的效果 無論是人類型態的消耗 或者狐狸型態的高爆發 都非常的出色喔 是最OP的英雄用第二名 也是一個超OP的法師 在A牌位以上呢 基本上是玩不到莉莉安 每一場幾乎都會被ban喔 但是如果你的目標是上A牌呢 用莉莉安來上A牌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莉莉安除了本身機體非常優秀之外呢 她顏值也非常的高 俗稱 真妹 是一個超級超級受歡迎的熱門英雄 我覺得呢 莉莉安是最漂亮的女英雄之一 大家有沒有覺得哪位英雄皮莉安更漂亮 或者跟他一樣漂亮嗎 莉莉安的建議出裝呢 是全磨串 跟閃賴小有點像喔 畢竟呢他本身就擁有非常多的位移跟無敵 所以呢我們只要出攻擊裝 全攻擊裝的利益暗呢 在人類型態 只要技能命中呢敵方就要回家補血喔 無論是進攻還是防守呢 都非常的優秀 若是敵方殘血呢 或只要單挑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切換一種狐狸型態 上前收割 核心的裝備呢是爆裂法杖跟巫妖王冠 生命法杖跟混沌法杖呢是輔助喔 可以讓我們有更好的續戰 可以更好的魔法穿透 打坦克也一樣痛 而大法球呢應該最先買得出來 CP值非常的高 利益暗瓦的好關鍵呢 就是一二技能要夠準喔 只要你能夠消耗呢就非常的不錯 還有一點呢 切記不要隨便變成狐狸衝進了群眾 畢竟我們是一個法師 不是坦克 第一名 超人 超人呢是最OP的英雄沒有之一 他有高機動高爆發 超強控制 他可以擊飛擊退退回 從1點開始強到18等 最近的幾次改版呢 超人都有笑落 可是不管怎麼笑 他依然是全服勝率第一名 當然呢我們也不知道他連續做了這個第一的寶座多久了 而超人呢王子榮耀的對應英雄關羽 也是一個一直被ban的英雄 在排位賽呢也是玩不到的 而超人最厲害的地方呢 就是他可以買全坦裝 也有非常高的爆發 非常高的傷害 厲害的超人呢 團戰手相當恐怖喔 基本上呢你是會被超人退來退去 退來退去 還沒有醒過來呢就死掉了 厲害的老超人呢 基本上不管你是一個人還是五個人 招推不悟 建議的出裝 在右上角 你喜歡的話呢還可以出六件坦裝 是沒問題的 如果我們在凱撒路對線呢 敵方的物理傷害很高 我們可以出一件騎士板腳 最後一件天叢雲呢 是讓我們打坦克一樣通 把超人玩好的關鍵呢就是操作 可以建議大家呢到訓練營 關掉冷卻時間 多練習 最基本的人招呢是使用強化普攻 接一技能 跟進階點的人招呢 是使用我們的強化普攻把敵方往回推 或者使用我們的大招 玩超人還要注意的一點呢 就是他非常怕緩速喔 所以呢我們會帶清醒 雖然呢超人在A排位會一直被ban喔 可是如果你還沒達到A排位 你的目標呢極極想要上A 那樣子的話呢超人是絕對可以練的 那以上呢是我們帶來的 Top5最OP英雄 超人 更正確的說法呢 是剛推出S3的愛里 愛里剛推出呢 就終結了馬洛斯的神話 如果你不知道呢 馬洛斯曾經是當時的中路霸主 愛里在下落前呢 她的飛鏢整整暈眩一秒 而且呢她的飛鏢跟大招傷害更加的高 基本上呢高激動高爆發 她可以一套運到你呢 還沒醒來就死掉喔 是一個非常恐怖的存在 如果把當初的愛里呢 對上先進的超人閃電俠 我覺得完全不會去 希望呢官方在哪天可以推出一個 時光機版本 讓以前的英雄呢 比如祖卡 愛里 克里希 來PK現在的強勢英雄 那你們覺得 舊祖卡 舊愛里 跟舊克里希呢 對上現在的超人閃電俠 莉莉安 誰更強勢 雖然呢現在的愛里並沒有我們OP喔 可是呢她還是可以玩的 操作手感非常不錯 那影片到這裡差不多結束了 以上呢是我們帶來的Top5 最OP的英雄 如果我有漏了你們心目中OP的英雄呢 請幫我補充 最後呢我是尚恩 如果你喜歡影片呢 請幫我按讚訂閱打開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 掰掰